有沒有確信能受保險 這個產品真的對客戶有好處 有沒有啊 相不相信能受保險 相不相信啊 相信 對客戶有好處嗎 那就是成交以後 誰得到了多 客戶 比我們多一些還是多很多 多很多 同意嗎 相信嗎 確信嗎 確信 確信啊 你為什麼不敢一直去呢 而你是確信啊 你們不是跟我講確信嗎 所以一直去何措之有 你為什麼一直來呢 因為我確信這個保單對你怎樣 有好處嗎 所以現在你說現在 現在你說求人 現在你說沒有社會地位 你說沒有尊嚴 現在先不談這個 先談為什麼你不敢一直去 既然留下來做得好的收入高 所以代表這個行業可以做 所以你就得留下來好好做嘛 那留下來好好做以後 去見客戶一次去 拒絕兩次去 就一直去嘛 為什麼一直去 因為客戶得到的好處怎樣 比我們多 而且多很多 那你為什麼不敢去呢 很多人到外面說 我不要逼客戶 你不要逼客戶 那你意思是說叫客戶來逼你喔 以前我們當外有業務員 女孩子是這樣講 經理啊 你不要逼我 我不要逼客戶 我說你不要逼客戶 那你就叫客戶來逼你啊 他覺得逼客戶買保險很丟臉 那就腦袋 你腦袋有問題嘛 請問你逼客戶買保險丟不丟臉 我現在問你們 丟不丟臉啊 因為客戶買到保單 請問你誰得到的多嘛 客戶 誰啊 他得到的多 怎麼逼客戶買保險是丟臉的事呢 為什麼聽不懂咧 我們現在講儲蓄銜好了 很多人有些觀念也不對 賣儲蓄銜是不對的 賣儲蓄銜怎麼不對呢 只要保險公司的產品沒有一樣不對的 所謂儲蓄銜就是客戶在別的地方賺到了錢 他把錢拿到保險公司放 所以當你談到儲蓄銜的時候 就不要計較什麼利息 他重在固本 這個本金給你漏掉的 你要記下來啊 儲蓄銜重點不在什麼利息而在什麼 固本 保障型的重點不在什麼 不在本金而在什麼而在倍數 你談保障型產品的時候 就不要說本金了 重點是在他的倍數 所以你腦袋要很清楚啊 當然如果說 現在保障公司出來的一些產品說 他的這個宣告利率稍微高一些 那當然就是更好嘛 有則加之無則無所謂 因為你要儲蓄銜的目的就是在固本 最主要是在什麼 固本而已 不在利息 因為你們要知道 因為你要跟客人說你出銷之後 一個人如果好走水槍裡面有水的時候 就正人來看 大家都一直來跟你挖到這個水槓怎麼樣 乾的為止 一個人知道有錢 因為你有錢 你周圍總有一群沒有錢的朋友 他們就想辦法第一個來跟你借錢 其實我要告訴你們 真的全世界最厲害的 還不是賣保單的人 全世界最厲害的是借錢的人 你同不同意啊 同意 同意 那些錢要不要給他們祝賣嗎 你如果給他們祝賣你就趴上賣回來 不可能害你啦 所以各位不要借人家錢 送人家錢可以 直送你知道 不要不用祝賣 你祝賣 你祝賣就要祝賣 你們要不要學 怎麼樣處理人家借人的反對問題處理 要不要 這是世界最高等的 我告訴你 因為你都不要處理 所以錢都祝賣 你去多少賺錢 有些人就付錢給你祝賣 你看你多厲害 你付錢去賺 我要付錢給你祝 但是我祝賣的時候 我不可能害你 你如果要叫我害你 你還可以 你還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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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還要賺一些 但我不可能害你 你還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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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嘛 你們有沒有被人家借過錢 有 沒被借過錢 代表你還沒有錢 真的 你們不要懷疑 因為你不夠客氣 你們我都沒有錢 我都沒有錢 我都沒有錢 你都沒有錢 你要求我什麼錢 所以各位 這個借錢是第一流的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你要去了解 做個人時候把你推銷員 你的關鍵是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腦袋的思維在什麼 哪裡 那為什麼你不敢一直去 明明知道這個產品 對客戶怎麼樣 是好的嘛 所以一旦這兩個問題解決以後 你們就怎樣 你就可以賣開大步怎麼樣 去拜訪客戶了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 剛剛我們提到 這兩個問題解決以後 那是不是各位就有收穫了 你就願意去拜訪什麼 客戶了 你願意去拜訪了 你願意幽默到客戶怎麼樣 喜歡你 你願意怎麼樣 專業到客戶怎麼樣 信任你 所以你願意 誠懇到客戶 願意怎麼樣 提拔你 所以成功的關鍵 各位成功三部曲 我在雙贏裡面講到的 成功三部曲的第一動 就是觀念正確 我們剛剛講成交三部曲 有沒有 幽默 然後怎麼樣 幽默 專業 誠懇 對不對 我們講七座大山 七座大山 老師還沒有給你解決 我們現在 老師現在提到什麼 成功的什麼 三部曲 第一個就是什麼 觀念要正確 所以事實上 所有的事情就是 你觀念一旦正確 就很簡單 就不會很混亂 你知道嗎 這樣也對 那樣也對 天下沒有說這樣也對 那樣也對的事情 對的事只有一個 所以你要會聊天 你要會搞笑 你做保險 一定要開開心心的 客戶拒絕你 你也開心嘛 主顧先生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有什麼缺點 我一定有缺點 所以你才不願意跟我成交嘛 你告訴我一下 讓我怎樣 下次改進 然後改進好 再來見你 到最後終於成交 不是更開心嗎 所以每天開開心心的 這個行業當然困難了 這個行業當然怎麼苦啊 不苦不難 保險公司怎麼願意 給我們相對高的報酬呢 所以你政員 從此不要再講說 哎呀這個 保險很好做 你自己都不相信很好做 你怎麼跟主政員這樣講呢 這個行業的魅力跟挑戰 就在於它的什麼 困難 但是困難跟容易 就一線之隔 如果能夠把那個線跨過去 那你就怎樣 你就如於什麼 得水嘛 所以真的沒有那麼多學問 觀念怎麼樣 弄正確一點 只要你認為說客戶有利 成交以後客戶得到 比我們多 那我們為什麼怎麼樣 我們為什麼不敢一直去 你就一直去 然後到最後客戶問 你為什麼一直來 因為我確信 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確信你是一個很好的準客戶 第三個 我確信我是一個很勤快的業務員 董事長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這三個能夠結合在一起 你要讓他感動 你要讓他感動 你現在看 你有沒有想過 客戶為什麼要跟你買保險 所以我們不是說 客戶為什麼不跟你買 你要去想客戶為什麼跟你買 很多人常常 客戶為什麼拒絕我們 你怎麼不去想客戶為什麼要跟你買 你要去想清楚這個 這才是關鍵 你現在看保險工保險產品的成交 各位我們先不要講說 剛剛那個偉大那兩個字 我們這個成交 各位有錢有來有往 就是一門生意 各位同意嗎 對不對 你賣保單給他 你說哇這個東西 這個對客戶有好處 那我們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有業績 我們有沒有佣金收入 有 所以當客戶當你要賣他保單 他就想到 他會想到問題 為什麼我這個生意要給你做 為什麼我錢要讓你賺 因為保險不是只有你在賣 因為保險不是只有你在賣 他是很多人在賣 憑什麼我會給你賣 所以你一直去 假設你去了十幾次二十幾次 你最沒辦法 你至少你的苦工贏人家 至少你的勤快贏人家 什麼 何以至聖 寫下來 何以至聖 我是憑什麼 剛剛我們講過熟人什麼 生巧 熟人生巧 何以至聖 那至聖的關鍵在哪裡 好 其實各位也可以這樣做 你每一次去拜訪客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有準客戶紀錄部吧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每次去拜訪客戶幾月幾號去 那你可以叫客戶簽名啊 那個4月2號來訪 客戶在開會 對不對 客戶開會 既然客戶在開會 請秘書代簽 對不對 秘書請假 請小妹代簽 4月幾號去 客戶在開會 請他秘書代簽 開了一年還在開會 但是這一年你都有紀錄 你到有一天你都不要去訪到 你要去電梯 董事長我今天就訪到你了 我有個東西給你看 什麼東西給你看 我來拜訪的紀錄部 這看 這是什麼西藏骨頭 怎麼開過開一年 就是你了 開開一年 都帶簽 一年 一直要感動到落淚 你要記 所以各位不要讓每一次的拜訪 空手而回 然後每一次都成空 我鼓勵大家做紀錄 你一定要做紀錄 你不要讓每一次的拜訪 空手而回嗎 你去拜訪你就要記錄 我很喜歡 我有三本紀錄部 一本就是已經拜訪了 一本是開發了 一本已經成交了 已經成交了 我移到這邊來 我很喜歡把紀錄部給客戶看 因為我特別來 我也就要分享給大家 我們每一次的拜訪 我們每一次的拜訪 如果沒有什麼成交 不代表我們沒有成長 而是我們在生根 而是我們在雜根 一定要親一點 好的 人數目 我們不在有幾顆 為我們不在你 我們在哪裡 你不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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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哪兒